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甜甜听好书,我是小冬 今天我们继续枪炮并军与钢铁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人类史 棋局之上,各方棋子你争我夺,纵横交错 资源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化,某个地区的环境对于该地区的支持也会发生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东的新月卧地地区 在古代的时候,两河流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得人类定居社会最早在那里萌芽并发展 而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环境被一次性破坏难以维持 该地区的王冠也被他人夺取 而后到了现代,由于生物能源对于整个世界推动力的重要性 该地区的富饶和土地环境的贫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人瞠目结舌 当人类的科技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不知道又会有什么资源预入人们的眼帘 而又会有哪个幸运儿能够因此搭上进步的顺风车 光凭借环境差异这一个要素 是远远不足以解释千变万化的历史模式的 因此作者又引入了文化和个人的影响因素 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可能产生一种文化选择 而一经产生那个文化就会变得确然无疑 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排斥其他的文化 同时也会影响到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 中国文化的法先王 净宗法祖的传统 无疑和西方自由探险的风气相违逆 直到今天 在中国的绝大部分人眼里 美国文化的一些习惯都是特立独行 甚至是大逆不道的 希特勒 亚历山大大帝 拿破仑 爱迪生 耶稣 这些人对于历史的影响 到底有多少呢 如果没有了这些人 历史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这一点呢 仍然没有必然的结论 因为一次性的历史无法证明或者证伪 一个极端的说法是由托马斯卡莱尔提出的 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 而在另一极端 奥托冯比斯麦认为 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 并且在当他在身旁经过的时候 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后下摆 跟他一起前进 不过我们知道的 是文化和有特质的个人一样 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完全预知的因素 人类史是一个混沌的系统 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数 一旦海量变数中的一个因素 稍微有那么一丝丝变化 整个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 这可以体现在众所周知的蝴蝶效应之上 举个稍微有点跑题的例子 熟悉计算机科学的人可能知道 在算法中有一类叫做hash function 其作用就是将一段任意长度的字符串 进行变换重组 最后形成一个固定的长度的结果 事实上我一直觉得hash function 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标准混沌系统的特点 hash function是不可逆的 从结果是不可能逆推出原始条件的 就像我们知道了现在的一切 也不可能一步一步的完全推算出历史上 存在过的所有人的出生年月一样 不过所有人的出生年月 确实都是现在之所以这样的部分的变因 hash function最大的特点就是抗修改性 也就是说稍微动一动 一大串信息当中的微小字节 把那个字节从0翻转成1 这种微小到难以察觉的变更 会在hash function处理的过程中被无限的放大 以至最后的结果完全不同 而且无法预料 如果希特勒在二战开始的时候被成功暗杀 那么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 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虽然人类史作为历史的分支 不可能做到完全精准的预测 不过仍旧可以用来看出 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时间内 在一片相对广袤的地区里的发展趋势 最后作者因此就总结出 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 不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 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 各大陆不同的特点 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而在这所有的特点当中 有四种最主要的差异特点 第一 各大陆可以用作驯化 起始物种和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 第二 影响大陆内部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 第三 大陆之间的传播因素 第四 以及各大陆之间面积和总人口数的差异 在现代 全球大移民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人们不再拘泥于异域之土 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更符合自己理想的居住地 飞机和互联网使得原先不可跨越的交通障碍 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方面变得完全可以接受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状态的持续融合 是否会发展出国家之上的新一级更完善的政治体系 有可能是超级联合国 我们是否能够看到高致病性病菌被人类完全的控制并且驯服 以数百万年为起源的人类社会 以及各个文明之间因环境差异而导致的不同发展 又会在今后演化成如何的形态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OK 这就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并军与钢铁的全部 欢迎收看天天听好书 我是小冬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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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